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文元是春秋历史会,本文为百家号元是春秋历史会创作整理,转载请著名来源于百家号元是春秋历史会。 史书对帝王出生的描绘,往往神奇而夸大。 拓拔归的父亲叫拓拔时,母亲是匈奴赫兰部首领赫叶干支女赫氏。 拓拔归一出生体重,就是平常幼儿的两倍,是个大额头,大耳朵,又重又肥的胖小子,聪明,很早就会说话,眼睛炯炯放光。 这似乎,告诉人们,拓拔归生来就是一个伟大人物。 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,谁都要经过人生的磨难,一位国王遭受的痛苦,要远远超过平常人。 开国君主不是天生的,是铁血和苦难打造出来的。 拓拔归姑姑坠地时,但国正经历一场政变。 有人试图刺杀他的祖父,代王拓拔时一前。 拓拔时为保护富王,在与刺客拼斗中丧生。 按照草原民族,父死妻其后母,凶死妻其嫂的习俗,拓拔归母亲赫氏改嫁给拓拔归的叔叔拓拔汉。 弟弟拓拔姑刚出生,拓拔汉去世,赫氏又成了管父。 在这一事件上,南北朝的史书各执一词,以上是未书记载。 宋书和禁书,则记载拓拔归为十亿前之子,是说十亿前那席。 南朝和北朝总是互相抱有偏见,捕风捉影,空学来风,极力制造对方的污点。 海底时代的拓拔归,在殷山大草原盘山学部,或在白灯山下玩耍的时候,祖父拓拔十亿前总会手指一望无银。 天野相接的辽阔大草原和绵延起伏,雄伟壮丽的殷山山脉,一脸骄傲地说,这都是我们的。 十亿前身材魁梧,相貌威猛,战争使他失去一只眼睛,看上去争莺可怕。 他是拓拔鲜卑人的硬汉子,一位生微显赫的国王,有着一颗宽容的心。 鲜卑拓拔不在他手里达到无上的光荣。 代国疆域冬自会末,金朝鲜江源道,西极破洛那,中亚西亚草原上的部落国家,南道殷山,北晋沙漠,城。 石城赛上,漠然注视着长城内,一个又一个王朝如昙花般盛开半落。 他们的马蹄踏上过中原的土地,却不肯留下来。 上天给过拓拔人机会,可他们没有珍惜。 东晋十六国时代,是英雄辈出的岁月。 帝族贤秦国崛起关中,天王福间在名向王蒙福左下一桶北方。 命运不会让拓拔归平平,静静当一个小王子。 拓拔归五岁时,匈奴铁福布叛离代国,引领贤秦帝国甲兵出赛,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转瞬兼土。 拓拓归人,拓拓归从尊贵的王子,沦落为普通牧民,要和牧民一样忍受饥饿,忍受草原恶劣气候带来的种种困难。 作为家中的长子,这个未来蒙古和华北的征服者,亲自带领同母义父的弟弟拓拔菇,拓拔归和拓拔猎,以打猎,捕鱼,维持生计。 幼年颠沛流离,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,给拓拔归的内心,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 应付生存所需要的智慧和毅力,在他心中炸下了根,战争,苦难,血与火的精力养成,了他日后果断,残忍,冷酷的性格。 七年光阴平静度过,拓拔归十二岁了,一场伟大的战争,会打破宁静的生活,让血液重新沸腾。